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最简单的家常油饼做法 看一下这个层次 有喜欢吃的可以跟海娟一起来做哟 首先大盆中倒入温水350克 分少量多次的加入一斤普通面粉 边倒边搅拌 搅至大絮状 下手揉成团 这个面含水量比较高 刚一开始揉比较粘 我们只需要把面揉成团即可 不需要揉得特别光 因为这个面还有一些粘手 盖上盖子醒至10分钟 10分钟后 手上粘一点点油 拎到面上 我们给它揉成团 简单揉一揉 表面就会很光滑 揉成光滑的面团 继续醒至半个小时 形好的面团上 撒少许的干粉 取出形好的面团 看这面 形好了是特别软的状态 简单的整理一下 不需要搓揉 整理成长条状 分成大小均等的三份面剂 取锅器中的一份面剂 直接搓成长条状 然后按压扁 擀成长条状的薄面饼 不要太宽 尽量窄一些 薄一些 面片的表面刷一层薄油酥 薄薄一层即可 只要刷均匀 喜欢吃咸味的可以撒一些盐 喜欢吃原味的 我们就直接把它从一边叠起来 像我们平时叠被子一样 最后拉一拉 捏盐捏紧 收一下两头的边 防止露出油酥 压得扁一些 往中间一叠 整理一下 一个面剂子就做好了 再拿出其中的第二份 用外向里叠加 整理清圆形的面剂 鸡口成下团圆 擀成大薄片 注意不要擀得太薄 表面抹一层油酥 涂抹均匀 也可以撒少许的干粉 让它更好地起层 用切刀从一边切上一块 然后我们从切口处给它卷起 卷得不要过紧 同样边缘收口收紧 防止油酥露出 整理一下 按压扁 一个面剂子就做好了 最后一块面剂 撒一点干粉防粘 直接擀成长方形的片状 直接擀成长方形的片状 同样表面刷油 涂抹均匀 少撒一些干粉 从一边给它卷起来 不要卷得过于紧 松散一些 边缘处 边缘处捏一捏 防止露酥 然后我们从一边 一边拉伸一边卷起 这样层次更加的丰富 最后的边缘处 我们给它按在底部 整理一下 按压扁 一个面剂子就做好了 取过第一个做好的面剂子 整理一下 直接擀成圆形薄饼 直接擀成圆形薄饼 不要一下擀出去 要慢慢的擀 这样层次才能好 擀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继续擀圆 擀大 不要擀得过于薄了 有一点厚度层次会更好 这样就可以了 饼锅预热刷油 油热以后放入生气 整理一下 盖上盖子 加快成熟 烙至饼的表面微微变色 冰少许的油 烙至底边上色 我们给它翻面 烙至底边变色 再次翻面 哇! 全程大约需要二分钟的时间 两边都出这样的饼 就可以出锅了 家常大饼就出锅了 看一下这个颜色 特别的漂亮 边缘的层次已经出来了 掰开看一下里边 里边层次特别的丰富 各个都是小包层 家人们喜欢吃家常饼的 可以收藏试作哟 我是海娟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